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天氣真的還是好熱 來看到像是在新北市的五谷 就出現了38度高溫 另外在台北市的設子 同樣也非常高溫 是來到了37.2度 另外在花蓮縣的復原 今天也出現了36.9度的天氣 我們要提醒大家 明後兩天還是一樣 這種比較炎熱的天氣形態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主要來說目前在台灣的上空 水氣是比較少的 因此上半天看起來 各地都還是晴朗無雲的一個天氣 因此各地的溫度都還是比較高 不過另外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 就是目前在台灣東南方的 這個熱帶擾洞了 因為它未來會持續發展 不排除在週休二日 就有可能會增強成為熱帶性低氣壓 接下來到下週 還有可能會形成颱風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關注它的動態 而另外明天的下半天 也要注意還是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我們從這個雨區預報來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期間 在山區會出現零星的降雨 而到了明天您可以看到 包含是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在中南部山區 平地接近山區的部分 也要留意 偶爾會下比較大的雨勢 如果有活動安排 未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看到明天在基隆台北跟新北 是多雲的天氣高溫來到35度 好 另外在桃園跟苗栗 吳霍會有降雨 新竹多雲高溫來到34度 另外在台中跟南投接近山區 要注意比較大的雨勢 彰化是多雲的天氣高溫來到35度 雲林接近山區也是會有降雨的 還有在嘉義跟台南是多雲的天氣 高溫來到33度 高雄明天多雲平東市多雲到有降雨的天氣 溫度高溫來到34度 好 在宜蘭跟台東 明天是多雲的天氣 華連會有零星降雨 高溫來到32度 正如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跟澎湖 明天雲量都是比較多的 金門的高溫來到34度 好 來看到景象小丁零的部分 明天水氣相對來說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因此上半天天氣是很穩定的 不過特別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午後包含像是山區 還有中南部近山區的地方 有機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外出 一定要留意 那麼另外一方面 就是目前在台灣的東南方海面上 有這個熱帶的擾動 它不斷在發展 預計在下周 還有機會成為颱風 至於它的路線 我們也會持續的為大家關注的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花姐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